还记得我收养的流浪猫吗 它已经彻底放飞自我了 也是时候带它去洗个澡了 不然我这沙发就包浆了 看着睡得一团黑 今天带你去洗白白 走着 老板 你好 你好 然后是布偶吧 对 这些要干嘛 鸡翼翼 对 它的指甲蛮长的 我那天给它剪过一次 赶紧在旁边偷会儿湿 哇 好帅 厚着脸皮上手试了一下 发现能hold住 洗完在烘干箱里 毫了一个小时 终于进化成香喷喷的小猫咪了 第一次带猫洗澡 这价格比我洗澡还贵 为了省钱以后 还是在家给它洗吧 回家路上 照常去垃圾站和大爷抢宝贝 还真让我捡到一个 额 篮球 也行吧 试着给小老虎做个猫抓板 小老虎 我们到家啦 说干就干 你先一边玩去 俺要忙活了 先把这饱受摧残的篮球削个毒 也不知道我82年的打气筒 能不能拯救它 放了半个小时 证明确实不漏气 看来今天的猫抓板有戏 这个篮球搭麻绳 我也是头一回 一圈圈用热绒胶给它粘上去 和盘纹箱没啥区别 旁边还躺了位监工 看来对这新玩具很期待呀 就是没一会儿被曝灶的盘纹箱工程给催眠了 我也渐渐失去耐心 直接导致这中间的缝有点大 果然有些钱还是得留给商家赚 盯着头皮继续盘吧 啊 最后一步啦 丑是丑了点啊 但不影响使用 哦 它已经拍不起来了 没有弹力了 既然当不了飞向天空的篮球 就当一颗没有烦恼的橘子吧 姐再给你做个绿叶子戴上 这样看着更像点 大橘子 必须得给它找个板板供上 不用说又是从外面捡来的 稍微包装一下 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寒颤 用热绒胶直接给你俩锁死 橘板CP正式出道了 来吧 让猫竹子检验一下这对CP 中片来了 我可能要死了 小狗的幸福 hundreds谢你 戳道理 要通常 Amendment 一丁一丁一